亲爱的战友们,4月16号文贵报平安直播 所以我说咱们战友太厉害,太厉害 昨天我说了10个人的名单 这个在我们这个群里边,我们的挖掘机 Nisa,Lady Gaga等战友们 哗哗哗哗,一个一个的照 这个连冯佩明,李嘉诚先生的前女友 照片啥都翻出来了 连我的哥们冯琪 把Google上照片全删完了 但是呢,他有一个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协会 这个文化产业协会啊,大家知道 那都是统战部下面的吧 人家有个老丈母娘嘛,管统战的嘛 你要有个老丈母娘管统战的 那也可以搞个文化什么 这颜色不对劲呢,我来觉得 这样好点吧 太亮了啊,太亮了太亮 太亮啊,这样好的,这样好的 所以呢,文化产业协会也给挖出来了 打着斯蒂芬和瑞奇的领带 我没去出来的话,冯琪先生的领带是我送给你的啊 所以说文化产业协会 文化产业协会一看,这马云 颜金竹都在里边,大家都挖出来了 北京银行签行长,那可了不得 所以说,这个冯琪先生也挖出来了 冯佩明先生吧,连那个震魂观楼 震观之印,那都挖出来了 真了不得 这个战友,这个 所以说这个老百姓的力量啊 这谁都别低估 多大的权力,你算个屁啊 老百姓和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推翻不了的力量 这十个人都挖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你挖完这十个人 我折击啊,不是这几天 我要把这十个人和周凯旋 东方广场陈希同和江泽民关系 严格讲,没有李嘉诚的配合 江泽民干不到陈希同 也就是干到不了邓小平,他那个家族 陈希同当时,我大家原来说过 江泽民去北京他连见都不见 就是陈希同说的中南海叫中南坑 而且陈希同是第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非常看不起上海人 特别看不起江泽民这个书生器 特别是娘器 公开说,怎么干掉他 当时是陈希同给的李嘉诚的这个东方广场的楼 后面有个邪和医院,有个太平间 太平间那个班到底都没班得了 太平间就在现在还在东方广场的楼里边呢 再一个就是,协和医院的隔壁 原来有一个习近亭的叔叔 大家都知道 高岗夫人住在那儿的院 高岗夫人的院 那个复杂大了 陈希同 第一个证明陈希同腐败的 拿下陈希同的政绩 就是李嘉诚,李朝任 李朝任,秋使李嘉诚啊 那么这个事情大了去了 这往回一番呢,李嘉诚先生 严格讲他就是香港特首 所以说 当时没给他全国政协副主席 让他上天安门城楼可以阅兵 他相当得不阅阅 相当得不阅阅 这都太多事了 后来整个中国海关 东方广场 冯奇我这哥们咋去的 怎么认识的 大家再往回翻 当年最牛的中国商人叫赖畅行 赖畅行啊 第二个中国最牛的情报头子 熊光凯,季盛德 那个时候 就是由二部发展周凯全 发展冯奇在海关 保驾护航李嘉诚 建设东方广场 从此 当时我们林强局长是中国公安上 最牛第二人第一 陶四鞠 陶四鞠 当时是说了基本 他咋是让林强说了算 所以说是没有部长的部长 叫我们的哥们林强 所以林强当时就帮他们很多 当时李嘉诚答应林强先生 还要给个未来一个大公司做 当然后来没这些 由于冯奇周凯全的主打 我认识林强是冯奇同志带着来的 后来林强先生 就给很多所谓的 这些什么空中变 变什么油啊 把海水变成油啊 万里之外致癌人啊 我去了有十几回 看他人表演 我的妈呀 那简直生物了 只有这个人还干嘛 李嘉诚还真的投资了 还在香港上市了 大家去查查吧 就一个生物科技公司 我先不说名字 大家去查吧 那这后面是谁呀 都是钱 都是像 都是处女 都是换肝换身 都是这样啊 当时 查查北京 最牛的饭店 哪几个饭店的后面的公寓 最值钱 亮马河 长城饭店后面有个什么宝公寓 几层楼啥也不干 专门有几个公安 培养处女 等着港上来玩 再往南 有一个叫金广大厦 金广公寓里边 那就是明星 就往右下边有个摩托夜总会 那去 那去 这不同帮派 不同层次大佬来玩的 保家护航嘛 保护外商嘛 公检法 来着警车开道 是吧 我们的刘延平同志 刘延平同志 刘延平同志当时就干这个的 当时就八级了 老八级 刘延平的女儿就在北京银行上班 严明竹手下 所以这个关系都复杂了 但是战友们的挖掘力量实在太了不起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十个人我跟你们只开个头 这十个人我讲一集 讲完以后接着再挖 讲着挖着挖着 你就把中国历史都挖清楚了 你跟你所知道的很多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都挖出来 汪岐山为什么那么牛 为什么习近平先生 那时候他能接国家主席 然后又当总书记 他那十几天干啥就 你都不用我说了 你们自己都会爆料了 我这一张嘴你都知道干啥了 因为那事实在那摆着呢 昨天我说十个人 他根本就不存在我瞎懵的 能挖出来吗 战友都挖出来了 是吧 这就叫爆料革命的伟大 真 善 而我们做的事情绝不 不犹豫不拖进带水 不是守处两端 所以叫狠 对自己狠 对真相 对敌人也狠 好不犹豫不妥协 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以人民的名义爆料 战友们现在听起来人民的名义 是不是听搞笑啊 是不是听搞笑现在人民的名义 我刚才不行 我刚才不行 我这个 98号 这是 帝王觉醒 这是霸王不报不行 不报不行 不报不行 所以说战友们 你现在听起来都挺笑话的很 没有什么神秘的 装神弄鬼 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说一下 这个刚刚的巴黎大火太让人心疼了 太心疼了 上天保佑 真是这些东西啊 战友们我再说一遍 千万这事发生以后 战友别往咱们身上来 你们也别再给人家盖帽子 什么穆斯里拉什么恐怖分子 这么大的事儿 大家别搞自杀 你别学那博训 你别学那什么明镜 你别学那什么夏业良高冰臣 这些还有什么吴建宁这些畜生 还有郭宝胜这些烂畜生们 先自杀 相忽悠 绕绕绕绕绕 最终老百姓眼睛是亮的 咱别插摸这事儿 凡是挺郭爆料的和郭战友们 我求求你们 你可以说 你别打着爆料的民意说 你别挺着打着挺郭的民意说 没有事实 没有根据 别乱讲话 这是这个起码的常识 尊重常识性 很心疼很难受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法国这个国家 它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 政权是最腐败的 最腐败的 所以说为什么说 这个卢梭的社会契约 它某种程度上 它毁坏了人类很多年 毁坏了人类很多年 这个他们的宗教也很腐败 但是我再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宗教问题 我今天在这严重声明 我再次重申一遍 我的所有挺郭战友 包括我们的 以战友名义发声的人 不要掺和到班农先生 对外的这个宗教上去 他谈的宗教事太大了 咱不掺和 昨天我跟这个两个神秘的 这个政府部门开会 他问我这事的时候 我明确告诉他 我说我再次向你们重申 郭文贵和班农先生的合作 仅限于反共 仅限于反共 然后和法治基金 法治基金也是只能反共 和保护爆料战友 和我们所说的内容 其他跟我一概没关系 我不参与 我不参与 包括他这个宗教的事情 我也不参与 欧洲事务 其他国事务 我不参与 就像他巴西总统 没选以前就想我见面 他儿子和他 我们最起码约了六七次 我都退了 他就在我楼下搞活动 我都不去 他上楼我也不让他上来 为什么 我不想参与巴西的事 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在这个 我那21天 这个追校期间 很多人送花送东西 没办法都送上楼下来了 其中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把整个纽约几乎整个菊花全卖完了 大都不行 人家这个 谢人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菊花 整个都满了 但是对不起 我另外我都没见 因为我不参与其他国家政治 包括美国政治 战友们千万别跟我说 我不参与 咱战友别往上参与什么 人家美国政治啊什么 咱不参与 你参与不起 我就是川普总统说这句话 我非常接受 我们来自一个非常 失败的政权的国家 我们跑人家说啥了呀 咱要脸不要脸 咱有本事咱回自己国家去吧 你在这儿晃到啥呀 你在这儿说啥呀 你在这儿说啥呀 是不是咱得要脸 所以说战友们我强烈的 你们谁有啥本事 你自己去 你去弄去 但别以郭文贵的名义 别以爆料革命的名义 掺和美国政治 和掺和西方宗教 咱玩不起 这忒大的事 忒大 你们不怕我真怕啊 这宗教这不行啊 宗教不中啊 这我咋看了好像是上天在放电啊 所以说战友们 咱把话说透了吧 是今天都说透了啊 我这是已经重申了 不参与任何美国的政治 不参与任何宗教事务 和班农先生的合作 仅限于反共和法治基金啊 其他跟我们没关系啊 这个数码了 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法国这个 这个这么重要的圣国法院 叫大教堂啊 他们能让着火 这不用想 人人祸大的成分大于天灾啊 八百多年的教堂 看着往下调说 哎呦那心都碎了 那真受不了啊 那真是艺术啊 歌德就是建筑 从那开始 今天的人类的美学 无不受极影响 严格讲 它是巴黎的象征 不是爱弗尔铁塔 爱弗尔铁塔 是法国强大 和工业现代化的象征 在西方工业现代化 严格说 中国失去的几百年就从 艺术尔铁塔开始了 但是 真的是 圣母马里面是太漂亮了 我去过N多次 我很荣幸的 我被请过多次 安排上法国的 我们的好朋友家族啊 带我上去 看了很多不对外开放的地方 很心疼 但是我们别在那瞎 有些人瞎掰不过 这可不行啊 有人说巴鸡 哎这是不是共产党干的 共产党他没这尿性 他也不敢啊 你别把他看的这个 有些事儿也得尊重事实 他也没这个必要 另外一个就危机解密啊 我说一下今天危机解密的事 危机解密的事情 我昨天我这个接触的人 都是大眼睛震撼 前天的时候 我在车上去拜访几个朋友的时候 另外一个朋友捐给我 一千个A根D给法治基金 说你给捐给你吧 我对不起我们不要 就这个哥们看到这个危机解密的时候 整个人都傻眼了啊 因为他原来就是政府工作的 他说连这东西他都有 但是我告诉大家的事情 我们过去 就去年的时候 就是有危机解密的人 就找我们 就是要卖给我们文件 有关中共的很多文件 说是通过所有习家 和所有的王家 所有的常委家 全部都有 要价真不贵 200万美元 说到这我给大家说的事情 我过去就悬赏的好多事 真的都有交易成的 但交易成的前提 这一方不允许我在媒体上说 所以我不能说 我们也交给一关部门 该做啥做啥 该干啥干啥干啥 包括呢大连的某个法官 行费 说这伤害我的法官 他家的证据我也记给纪委去了 纪委也查了 所以说 战友们 有些事是不能说的 像危机解密这个 我原来我不能说 因为人家 是中间的律师跟我们谈的 还是让我们看了一些信息 那么从现在 他突出的来看 和他当时让我们看的这个东西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中间 英国的律师 我打电话给我念了一遍 我说我对不起 我们不能交易 因为美国和 所以说我们 不要参与到这些政治上去 因为你的国际政治 你参往这干什么 我说我只买中共的 他也不干 他说你要买 你把这全卖走 我说我不买 我就买中共的 就买贪官 还不买老百姓的 听说有多少 有六千万个人的个人护照信息 六千万个人 你也了得了吗 说四亿次的进出净人的信息 中国银行里边 大概有五十七个亿 5.7 billion银行的账号 进出的所有信息 我真的是没买 我说前提我买就是 第一个英国律师说合法 用英国公司买 第二这个使用当中符合所有国家法律 第三必须要写合同 第一不写合同 第二他说法律师我不管了你的事 那另外一个要买你都买走 这就没买 但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 我可以今天我只说到点到这为止 接下来战友们记住 危机解密爆料最多的就是四个国家 美 英 中 然后澳大利亚 绝对这一批都是试着玩的 当时律师就说过 他的所有的信息 他就分 如果他要被抓了 会分几十批次往外出 几次 十批次 现在这一次 你想想可不可怕 他说未来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一开始爆料 我就说对美国会天翻地覆的 因为原来律师沟通当中 说你这料你都得买 包括美国什么什么料 我对不起了 这事咱不谈 咱也不买 所以我知道这事是对川普总统 他会放开绑绑的 因为这是世界的机密 军事机密 杀人视频 广视频 就是六个T 六个T 大家那个时候是六个T 什么概念 还有一个 令完成的信息 你们就别惦记了 我给你们说 令完成的信息 跟他爆料的帕多拉盒子比 他连个毛都不算 我给一个战士说 令完成和令计划掌握 就是这些领导人的私人信息 贪污腐败 小毛病 还有内部文件 对这个谁打击的 对某些政党 甚至是王岐山的谁 个人打击 一定是灰飞烟灭 但是对这个政权 会不会影响多大 不见得就那么大 但是危机解密 还有咱帕多拉盒子 绝对是摧毁政权的 那包括川普总统 他原来是个白人 他是真正的是白板 他没有玩过政治 他也没有什么历史 跟他没关系 现在一看 全世界巴巴巴 都跟他有关系 那他能不用吗 那对美国得多大的事啊 所以说战友们 危机解密 你绝对是天意 在2020年 这位阿瓜多尔的总统 配合着 把他给抓了 他开始爆料 这跟咱 跟咱帕多拉盒子 要碰撞在一起 这是油和火的级别 因为我说 我说这个谁 你看这视频 人家已经提前放出来了啊 有这种软件 可以造以假逼真 郭文贵的视频是假的 我要放出来比如说在西藏 杀人的时候 几千个孩子全部杀掉 新疆几个村全部抹平 全都有视频 然后做手术的时候 把这人这个肾拿出来 这个两个肾做完比对以后 直接打针 这时候这个一针下去 新疆那个小伙子命就没了 关键是小伙子没了 眼睛是这边啊 你们视频看正好相反 左边眼闭上 右边眼睁着 还越睁又大 那个视频你看了 你睡得着觉吗 你睡不着觉 那有人知情了 那妇女 孕妇无意间碰到 打真打屎 连杜磊孩子 连女的全死 你信的是真的吗 你听我说 这小子胡说八道 全都假的 但是危机解密 他处出来 和我们掌握的信息和视频 对在一起 你能再说我是假的吗 那是火和油的 香港老板 我说哪个老板 杀过人 玩的处女人 要钱把人给杀了 你们信吗 香港老百姓说 胡说 揽摔摘啊 胡说八道了 但是危机解密放出来 香港富豪 怎么拿到政协委员 怎么拿到常委 怎么把香港的这个港币印刷 怎么告诉他印刷多少 怎么来抄弄武士 怎么往下打几百点 多少天打多少点 然后洗手多少钱 我说你信吗 你可能一些 咱战友都信 但是在国际上得到验证 行了 那就跟这一对 对上了 我睡不着觉啊 兴奋的 战友们 不能用睡不着觉来形容 千亿啊 千亿灭共啊 2020啊 这东西再出来 王岐山 你在带着尿袋子说 咋的啊 我又不不 能怎么着 对不起了 全世界的媒体都来报道 你家那四杆枪 没用 我过两天我说李嘉诚 李嘉诚一定说 是不是假的 公布 都不是真的 我这 我这顾全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这个钱跟我没关系 这个地我付钱了 那个人死跟我没关系 那个五千万块没关系 那个三十七点七一跟我没关系 这个股权不上市 去城市 我是什么原因 都没用了 因为危机会让你把 之间所有的合同信息 通通出来 还有视频六个T 中国军方 中国军方的信息 我们的律师看完 我说 郭先生 如果你要是买这东西 共产党就直接完蛋了 我说我有的比他厉害 但是现在咱没花钱 他要免费给铺出来了 战友们 他铺一个 他铺一 我铺零点一 咱就把事解决了 所以说我现在睡不着 我说这真的是上天的力量太大了 真的是危机解密早一年也不忠 弯两年也不姓 九宰这时候他出来了 你说忠不忠 没法说 战友你们信不信天一 信不信 深陷阳谷县大县 咱们走着看 这是危机解密 大家都看到了吧 然后说李嘉诚 另外我再告诉大家要记住 最近 国际经济将有重大变化 国际经济的重大变化 其中将涉及到中共的核心的 他的秘密都将被解开 危机解密给核心经济 核心秘密 简直是就像那个 巴黎的圣母院这个大伙一样 你挡不住啊 你挡不住啊 那个火一着起来 你能把那个 谁也厚不住 共产党前在海外 盗国贼 江志成 小毛猴子小毛孩 你玩我呢 你还跟那个 李嘉诚 你弄在一起 你玩我呢 你太嫩了 你太嫩了 我是从那毛指根爬出来的 我是从山里边抓蛇吃蛇出来的 拿着蛇吃去东北问问 我拿蛇抓蛇交学费 蛇见我都吓都跑 从来没有蛇见了我不 不传来一起的 我从东北的蛇山里野孩子出来的 零下四十度不是三十度 连裤衩都没有 一条棉裤穿几个月 对不对 坐火车 是不是 逃票 跳脱毛屎坑去 从游出来的 可以把烧鸡汤当水喝 对不对 我是咋出来的 吃百家饭 睡大街上 睡炒舵 打群架 一打都是几百个人 踢武术管子 踢完管子 吃几天来走的人 是不是 啥钱都是自己赚 啥福没想过 啥没见过 你个小毛孩子 你从小你说 人家咬金钥匙 你是咬着枪来的 你都被张开无嘴 一手握着导弹 一手握着 你嘴里咬着枪 这手握着把刀 你哪有能力 有机会跟别人PK 你太天真了 你跑到欧洲去 那领导人那去 江志诚 你听到这话你想想 只要英国 还有欧洲这个领导人 你曾经在两年前 跟他谈过我们的事情 他只要到美国法庭作证 你就必须被抓住 你必须被抓 江志诚这点你信不信 你知道是谁吧 第二个 你参与伤害郭文贵遣返 和吴征 还有马云 你让他们在海外付钱 诉讼我 你在香港 你协调香港政府和警察陷害我 把警察的退休期间延长一年 你和孙立金一起影响香港政府 帮助香港某个家族官司 本来该判二十年以上 给马上放回去 然后你匆匆拿了人家 他巨额的钱财 香港很多人被你给 无声无息的消失掉 帮助说情 搞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江志诚 只要一样在美国给你弄上 你这一辈子都在在美国监狱 比何志诚还差 你以为你有马云 你以为那几个老板 你以为能行 你想伤害郭文贵 联合一起 郭文贵就认了 郭文贵就认你宰哥 那你找错人了 你去看郭文贵 这种小怎么长大了 现在有啥畏惧啊 你说张志诚 这个中国谁敢向我敢 几年前举手 我的每分钱都是干净的 现在老子一分钱没了 都被你们给抢走了 但是感谢你们大连给判了六百亿罚款 叫强迫交易罪 现在这块法院都找我了 把这个政策人家都翻译了好好的 强迫交易罪都问了我好多次了 咱看看这六百亿谁花 大家战友记住这句话 如果这个六百亿 我也不让你把钱给拿到美国了 郭文贵在这世界上 我就在你面前 我用头撞屎 给我弄成屎对我撞死在这 记住我的话 你的六百亿是给我添大的理 刑事文件法律 大连叫强迫交易罪 中间最核心证人 就两人 张宏伟第一 妈姐第二 强迫谁交易了 张宏伟啊 你太帮大忙了 你想害我你帮大忙了 谢谢了 咱未来再说 六百亿 所以江志成 我说过我跟你无言无仇 李嘉诚跟你无言无仇 冯奇哥们我跟你也无言无仇 包括收到的那些所有人 都跟你们无言无仇 获起就是孙立军孟建柱王岐山江志成 要灭报小组 他要利用你们这人啊 包括马云 我跟你也没丑 你们拿钱找关系 黑掉我们推特 黑掉我们YouTube 海外屏蔽我们的声音 然后跟美国政府和多国政府协调 想把我们黑掉杀掉 遣返我们掉 所以这仇大话 这仇能不报吗 所以我说过 不会忘掉一个放过我们的人 不会放过一个伤害我们的人 亲爱的战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天上送大礼 要坚守郭爆料革命的 善待他人 真善恨 一切都是为了灭共 其他一概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为所有十四亿中国人民 战友们祈福 请大家看